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制访问之前 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 媒体披露说 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 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 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 两个星期前 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 白宫随后表示 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 专家指出 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势和面子的国家 白宫决定雇权大局 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 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 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 访美行程有何一同 1979年1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 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 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 除了民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 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 1997年10月 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历时八天 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 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 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 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 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 2002年10月 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四天的正式工作访问 在德克萨斯州科劳福德市 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 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 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 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 更让他尴尬的是 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 美方肆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 仪式进行到一半时 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 打断胡锦涛讲话 直到安全人员把他带出会场 一直到2011年1月 在奥巴马总统任内 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 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 作为既定接班人 对美国进行了五天访问 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 还拜访了1985年 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 他短暂借助过的房东 以梳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 2013年6月 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 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 双方的会谈为一年多后 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 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 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 一共邀请了来自八个国家的元首 对美国进行过时访问 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